疫情重創各行各業 尤其是航空業 尽管台灣像是長榮跟華航 都努力用未出國求生路 不過統計台籍航空上半年 其實也虧損了超過50億元 而全球目前已經有22家航空公司 是申請破產的 苦稱的有像是 我們看到英國 德國 還有澳洲航空 其實都有裁員減少支出 或是乾脆想辦法自救 像是我們看到圖上這個 就是設立了飛機咖啡廳 你在地面上就可以享受 飛機上的服務 也有人好不容易是成為空姐 現在決定辭職轉航 這個就好嗎 在水果攤親切招呼客人 不說你不知道 他其實原本是新加坡航空的空服員 因為疫情今年3月 請無薪假先回台灣 卻再也回不去 8月的時候公司有開出一個 就是有比較優離 所以就決定離職 大概也是9月中的時候 就是公司宣布也是裁了 一千多人 所以大概我身邊的跟我同期的同事 也都被裁掉了 MIA只是新冠疫情航空業 慘況的縮影 因為全球至少有22家航空公司 申請破產 除了新航之外 英航 德航 澳航 也裁員上萬人 而台積航空今年上半年 總共虧損高達53億 不只新雨 華航長榮相繼用未出國開拓裁員 加拿大航空推出國內線月票 台幣48000搭到保 新加坡航空也走未出國路線 泰國航空則是設立飛機咖啡廳 讓旅客在地面上享受空服員服務 然而根據世界民航組織預估 恐怕要等到2024年 旅運量才有可能恢復 航空業也只能繼續苦撐 華人新聞 葉偉辰 黃瑞瑩 新美食報導